一个男人承认虚报在警署中被警察嘔打 被判监4个月 连同他涉及嫁妥涉罪合共判监7个月 46岁被告梁英明报清无业 案情说6月底他在奥海城一间超级市场 偷了2千多元的货被捕 7月2日在荔枝角收押所向情教署人员报清 被捕第二天在旺角警署基楼室被警员嘔打 投诉警察货接获投诉后进行调查 闭路电视片段显示被告自己撞向墙 令到右胸、肩膀和手受伤 投诉警察货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 以虚报有人犯罪拘捕被告 裁判官罗德泉形容案情严重 执行职务的警员无故受到冤枉 幸好有闭路电视片段才令到真相水落石出 否则警员会很麻烦 判被告监禁4个月 连同他早前承认的盗窃罪合共判监7个月 警方回应判刑的时候强调会公平调查 每宗的个案 投诉警察货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 处理每一宗的投诉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任何人向警务人员 作出不实的指控 他们将会面对严重的后果 包括被刑事检控 虚报有人犯罪和浪费警力罪 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监6个月 无线电视机就在理想谦报道 铁关快板 请订阅 3室 3月5月5日